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猫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万众期待的附加赛终于开打 首场比赛 排名东部第七的篮网坐镇主场迎战第八的骑士 正如赛前媒体所预测的 篮网战胜骑士 锁定东部第七的位置 这场比赛 篮网非常好的诠释了 就算自己防守被对手破解 对手也很难赢下比赛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处理篮网的进攻 篮网这场比赛 不是欧文超过的命中率 杜欧双星带走比赛那么简单 那么 这部影片分析 如于就带大家分析这场附加赛 看看篮网的进攻到底有多恐怖 为什么骑士整场比赛都防不住篮网的进攻 其实不是欧文和杜兰特的个人进攻他们没法限制住 而是在欧文和杜兰特打出状态后 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将队友带入到高昂的得分状态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 让骑士的防守实在招架不住 简单来说 就是篮网在进攻端能拿出来的武器实在太多了 首先就是欧文自己持球串联球队进攻 一举打梦了骑士 就像这个回合 欧文上线持球 装神来做掩护 把马尔卡宁换到欧文面前 欧文随即轻松上篮打进 这个回合 欧文先在左侧45度揭晓库里的掩护 紧接着 又借装神的掩护读到胡顶接球 随后往禁区突破 吸引了马尔卡宁和奥克罗的双人包夹 而顺下的装神来到了篮下就无人防守了 欧文起跳空中一抛 装神接球就把球放进篮筐 欧文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找马尔卡宁打 这场比赛可以看到 骑士的防守队位发生了改变 上一场打篮网 马尔卡宁是防杜兰特的 于是杜兰特对位单打 前者跳投全中拿下9分 而这场比赛 比克斯塔夫让马尔卡宁去防装神后 又被欧文顶上了 篮网这回合蛮有意思的点是 他们打的是勇士经常打的一个战术 我们看勇士这回合的战术 追梦胡顶持球 克莱站在右侧底角 随后借助普尔和卢尼的掩护 来到胡顶接球 随即就来了一个三分球 篮网和勇士一样 篮网的后场进攻资源非常丰富 这也是他们本场比赛赢下的关键点 当你的后场资源有足够大的威胁时 这就意味着你的空间就会很好 简单来说 篮网把小库里和米尔斯放在哪里 那这个位置的协防球员就会很难办 但是骑士的协防是做得不错的 但篮网会无球跑位的后场球员 总是让骑士的防守陷入被动的一方 于是欧文和杜兰特能串联球队进攻的空间就大了 这里当欧文把球分给剩下的布朗 布朗持球往篮下突破时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杜兰特和小库里的威胁 站在协防位置的加篮和勒维尔动都没有动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当协防球员没办法到位时 骑士得有人去帮马尔卡宁保护篮下 那谁去呢 杜兰特和小库里是很难被彻底放空的点 这就让骑士的防守变得非常被动 于是骑士改了一套联防 但最后你却发现 联防依然对篮网的进攻没有什么限制 就像这个回合 篮网在找到了突破空间 布朗接球后直冲篮下 马尔卡宁过来补位 布朗直接空中置空顶着马尔卡宁打进 就连布朗都可以这么欺负马尔卡宁 所以打了没几个回合 比克斯塔夫实在受不了 把马尔卡宁换了下来 这就是篮网进攻 骑士很难处理的第一个点 当你的防守五人存在一个防守弱点 被篮网猛捶后 你会发现 你很难分其他资源去帮他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篮网的其他球员的进攻威胁 让骑士的协防球员极其难受 其次 就是欧文的个人进攻 骑士这里 一个球星的进攻价值会被无限放大 谁都清楚 骑士这套首发 防守弱点是加篮的矮 马尔卡尼的慢 也清楚 换上来的乐服速度也慢 这就类似当年乔丹总决赛打太阳的问题 如果球星能力不够 防守弱点就会被对手的策略掩盖起来 如果球星进攻够狠 你是如何都无法掩盖自己的防守弱点的 欧文这回合的细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欧文从低位上提到湖顶接球 随后借布朗的引护往左侧突破 但这里骑士的防守到位率很好 欧文并没有寻得进攻机会 随后在第二次借布朗的掩护 突到禁区完成高难度后仰 这里我们注意 当欧文第二次借掩护向右移动时 乐服的站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也就是这时 一个球员的进攻技术水平就体现出来了 当你能在这么狭小空间完成突破时 战略意义上 你已经让骑士的防守策略变得极其失败了 但这里要是换其他球员 他可能无法像欧文这样 运球过掉这个狭小的缝隙 而是向右侧继续运球 最终被骑士防神功 谁都知道防守弱点在哪里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 你的球员进攻技术 倒没到可以猛锤防守弱点的高度 这就是欧文进攻水平的最大价值 所以 这场比赛欧文狠 不仅狠在前12投权重的表现 更是狠在当防守发现 他们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防守弱点时 那种无力感 而欧文进攻 让骑士防守变得被动的结果 就是欧文的个人进攻 加上两侧底角进攻威胁 让骑士有点不知所措 这个回合布朗持球 欧文一个反跑截球 可以看到 同时吸引了骑士三人的防守注意力 随后再分给装神 又是一记轻松的贯框机会 而两侧的斜防 同样又被杜兰特和小库里限制住了 从这两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出来 骑士底角两侧的斜防球员 被杜兰特和小库里限制的不能帮忙 而欧文的个人进攻威胁 吸引了大量的防守注意力 让没有投篮威胁的布朗和装神 有很大的得分空间 除了欧文 后面还有一个杜兰特在等着 于是 篮网进攻 你会发现就两套模式 杜兰特欧文持球 吸引夹击 帮队友创造机会 杜兰特和欧文 每个人自己持球抡一遍 这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结合比赛来看 篮网在场的五个人 都有很大的进攻威胁 无论是底角射手的进攻威胁 杜兰特欧文进攻传球的水平 还是装神布朗的掩护顺下 基本每个回合 多多少少都存在着 这些进攻威胁要素 其实 骑士后三截都是赢球的 刚开局 骑士还是想通过防守 或者说攻防更均衡的阵容 来应对篮网 这已经是他们 例行在大部分比赛的取胜之时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篮板造罚球都做到了优势 但是最后 还是被死神无情地拒至门外 有时候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可能说的就是现在的篮网 不怕篮网打得手感火热 就怕他们打球不讲理 而不讲理进球的背后 都是篮网描着骑士弱点 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骑士这场比赛已经尽力 他们少了阿伦的内线高度和护框 对球队的影响很大 欧文和杜兰特的杀伤和这个效率 骑士真的很难限制 最后 还是恭喜篮网 以东部第七的身份 挺进季后赛 他们将在首轮与塞尔提克相遇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篮网首轮也是和塞尔提克交锋 并以4比1大比分获胜 不同的是 去年篮网阵中有哈登 塞尔提克阵中 布朗因伤未出战 并且 去年东部第二的篮网 今年将以东部第七 挑战东部第二的塞尔提克 结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